这个女人一睡觉,就会来到凶杀县城,周围迅速被黑暗侵蚀,将她带到另一个世界,目睹整个作案过程,但她身体无法。 因为凶手是一个可怕的肉脑,这就是鬼台温泽打造的S级苦涂体,致命体验。 电影开始,主治医生和手下正急匆匆地赶往病房,一位特殊的病人变得越来越邪恶,不断吞噬着周围,整个医院都变得极为痛苦。 华恩打开房门试图将其麻醉,胡料被对方摆断了,这时主治医生急忙捡起地上的麻醉枪,果断扣动了丹肌。 虽然他们制服了病人,但此时的房间内早已失衡遍演,怪兽被重新控制后并没有屈服,而是控制一旁的收音机,向他们发起挑战。 镜头一转来到二十年后,女主曼迪是个即将生产的上班族,这天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后,只因关掉了电视,就惨遭丈夫的家暴。 也正因为这一举动,让这个禽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为了腹中的胎儿。 每次家暴后,曼迪都选择用沉默治愈内心的床伤,晚上丈夫独自睡在客厅,突然厨房里传来一声巨响,她寻声查看,发现桌上的破笔机,居然自己动了枪,而且冰箱门也被莫名打开。 下一秒客厅里的电视突然开启,沙发上还出现一个黑影,男人急忙打开电灯,一切又恢复了正常,但沙发上的坐地,明显有被坐过的痕迹。 就当男人感到一脸惊慌时,那个黑影突然出现在身后,毫不客气地扭到手,曼迪听到声响后,起身来到楼下,眼前的一幕让她彻底震惊,更恐怖的是,杀死丈夫的黑影并没有离开,曼迪见状迅速向楼上跑去,就在她即将关闭房门的雨水间,却被对方一把状态重重地摔在地上。 当曼迪再次醒来时,已经来到了医院,迎来她人生第三次流产,警方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后,并没在房间发现任何闯入的痕迹,而且从邻居的口中得知,死者经常有家暴的行为,夫妻之间的感情并不是很好,于是警方认为,曼迪有很大的嫌疑,两个星期后曼迪顺理出院。 这一天晚上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,窗外的路灯突然闪烁起来,黑影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若隐落现,曼迪势感不弱,急忙拉上了所有窗帘,但她为恶魔打开了一扇门。 幸运的是,这次恶魔并没有对她发起进攻,第二天为了安全起见,曼迪用木板封锁了所有门窗,当妹妹过来看望时,只能从一个小小的窗口进入,看着她在墙上撞击的裂痕,曼迪恨套了这个男人,她只所以忍受这段时间的痛苦, 只是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,体会一下血肉之亲的感受,原来在她八岁时,就被现在的父母领养,可她对亲生母亲没有任何印象。 镜头一转,一位导游忙完一天的工作后,准备收拾东西下班回家,这是幽深的走廊里,突然传来一声巨响。 当她醒来是已经被绑了起来,神秘人身穿一件黑色的风衣,准备进行下一轮攻击,随后她通过收音机告诉对方,这一刻她已经等了很久,但现在还不是杀死她的时候,因为她第一个要解决的,就是她的主治医生。 很快医生就收到了神秘人的来电,听到了那句熟悉的声音后,她立刻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个夜晚,这天夜里曼迪准备洗衣服时,突然在玻璃上看到医生的面困,紧接着神秘人突然出现,开始疯狂地拨打医生。 曼迪就像穿越一样,直接来到了医生家,亲眼目睹了这场命案的全过程,觉得一声吼叫,曼迪回到了现实,但刚刚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,医生真的死在了家中,死状和她见到的场景一模一样。 这让曼迪感到极度恐慌,她和凶手互不相识,为什么在不同的地点,就能看到她作案的过程呢? 这时警方从那本病理中,发现了一张小女孩的照片,她正是二十年前的那位患者,警长推测至今小女孩应该有三十多岁,有重大的作案嫌疑。 此时神秘人把杀死医生的奖杯带回了阁楼,支撑了一把锋利的武器,准备进行下一轮进攻。 镜头一转来到一位老头家里,她也参与过二十年前的手术,得知医生的死因后, 内心极度恐惧,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,但此时神秘人已经出现在她的身后。 同时曼迪这边,也迎来了第二次穿越,这次她直接躺到了老头身边,和上次一样无论她多么害怕,都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, 只能看着老头被神秘人活活捅死。 曼迪终于看清了凶手的模样,天亮后在妹妹的陪同下,第一时间来到警局报案,向他们描述了整个作案过程, 可黑妹认为这简直就是胡扯,怀疑曼迪精神出现了问题,但事关人命, 他们还是决定去现场一探纠结,没想到当他们推开房门的一瞬间, 真的见到了那具尸体,死状和曼迪描述的一模一样,随后曼迪给警方提供了凶手的自画像, 可警方看过后,再次陷入了沉思,因为上面的人物比恶魔还要恐怖, 随后曼迪接到一个电话,对方正是那个神秘人,而且杀戮才刚刚开始, 从现在起他会杀光所有掩盖真相的人,曼迪想让他停止杀人, 下意识地喊出了加百列的名字,加百列听后得意地笑了, 可曼迪却感到十分诧异,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凶手, 为什么会喊出对方的名字,除非八岁前他们就已经认识, 为了查出真相,曼迪直接找到杨母,问他加百列到底是谁, 母亲听后突然变得惊慌起来,随后给他播放了儿时的录像, 这天他过生日时,突然对着身边的空气说话,还称呼对方为加百列, 母亲认为这也许是他幻想出来的朋友,并没有放在心上, 几个月后母亲怀上了妹妹,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, 加百列居然通过一部玩具电话,指使他杀掉还未出生的妹妹, 母亲认为在他八岁前,一定受过强大的心理创伤, 只有给他足够的爱,就能摆脱加百列, 与此同时,警员在患者的档案中,发现了几个U盘, 上面全是曼迪小时候的诊疗记录,原来他从一出生, 就被送到了康复医院,经过七年的治疗后, 医生发现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,不仅出现一些精神分裂的症状, 还能听到一些来自恶魔的声音,当时的主治医生一共有三人, 但现在已经有两人遇害,这时警员突然想到了什么, 感觉他就是加百列今晚的复仇对象,急忙向医生的住所跑去, 此时曼迪也进入到穿越状态,被强行钉在洗手间, 目睹七十岁老头洗澡的全过程,没过多久加百列再次陷身。 当警员冲进房间时,老人早已停止了呼吸, 曼迪提醒警察凶手还未离开,但警员根本听不到, 下一秒加百列从房间越来越,直接将警员按照盖上, 好在他手里有枪才击腿握,最后两人展开了一场, 精彩刺激的追逐大战,虽然恶魔的身手比较勉结, 但警员也不干涉了,一路追到恶魔的老巢, 可最终还是让他给淘汰了。 第二天,警员带着催眠师找到曼迪, 希望能帮他恢复八岁以前的记忆, 原来从他被领养后,加百列就一直跟着自己, 这天他又在给曼迪洗脑, 说他只要给母亲切一块蛋糕, 父母就会更爱自己, 可当他正准备切蛋糕时, 却发现自己正处于幻觉当中。 而躺在刀下的正是他熟睡的母亲, 随着一声惨叫,曼迪被成功唤醒, 阻止了悲剧的发生。 催眠结束后,曼迪终于明白了一切, 原来加百列害怕母亲生下妹妹后, 会将他彻底遗忘, 但最终他还是成了曼迪被封存的记忆, 直到那天被丈夫家暴时, 才被重新唤醒, 成了一名连环杀手, 这是那名被囚禁的导游, 经过三天三夜的挣扎后, 终于弄断了绳索, 但还没走几步, 就从上面吊起, 冲冲地塞在地上, 而这里正是曼迪的住宿, 众人看到眼前的一幕被彻底震惊, 同时女人的出现, 让这起凶杀案发生了转意, 随后警方在阁楼里, 找到了神秘人的装备, 和那把杀死医生的圣剑, 由于这些东西全部出现在曼迪家里, 所以警方认为他就是第一嫌疑人, 可当他们对曼迪审讯时, 男警员突然接到加百列的来定, 对他们发起公然挑衅, 同时也帮曼迪洗脱了罪名, 让故事再次发生了反转, 但在他们没有找到证据前, 还是将曼迪关进了监狱, 此时妹妹为了查出加百列的身份, 专程来到那栋古老的医院寻找线索, 别的先不说, 就凭他这胆量也值得大家给他点赞, 最后他在档案室里找到几盘录像带, 原来曼迪的母亲名叫塞琳娜, 15岁时遭人抢奸, 生下孩子后便把他送到了科研医院, 而这位母亲正是从阁楼上掉下来的导游, 原来曼迪从已出生, 背后就长着一个如同怪兽一般的恶性肿瘤, 医生称这种情况为寄生双胞胎, 两个胚胎在自宫发育时没有完全分离, 他像寄生虫一样不断吞噬着主体的身体, 而这个恶魔正是加百列, 随着时间的流逝加百列变得越来越强大, 不仅能控制他的视觉神经, 还可以控制曼迪的身体, 最厉害的是他还能操控周围的电力系统, 医生本来决定将他彻底切除, 但这样会对曼迪造成生命危险, 于是他们只切除了身体, 将大佬彻底封存在曼迪的头骨中, 但没想到在那场家暴中, 加百列又被重新唤醒, 随后他借助曼迪的身体, 杀死了丈夫和三敏医生, 而在他作案时, 曼迪则被困在了精神世界无法行动, 此时监狱里的曼迪, 遭到几名女囚犯袄斗, 这一举动导致加百列彻底黑晃, 再次掌握身体的空间, 展开了一场精彩刺激的虐杀石, 随后来到档案室, 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, 展开了第二轮的图伤, 当两名警员赶到后, 这里已经变成了人间的狱, 经过一番较量后, 两人也被打成了肿伤, 离开警局后, 加百列直接来到医院, 母亲和妹妹是他最恨的人, 一个将他无情抛弃, 另一个从他身边躲走了曼迪, 只有杀掉他们, 才能一解心头之恨, 曼迪想阻止他伤害妹妹, 但身体却无法移动, 紧急时刻, 妹妹鼓励他一定要夺回自己的身体, 因为加百列才是导致他三次流产的罪魁祸首, 怀孕期间, 他不断吸食着胎儿的营养,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, 曼迪听后内心的小宇宙瞬间爆发, 重新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, 最后江洛伯永远分异在, 专门为他创造的精神监狱,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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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谢谢大家